第四十四章 耶稣基督祝福小孩 耶稣基督吩咐尼肥人将他们的小童带去他身边 那些小童都围着耶稣坐在地上 救主要大家跪在地上 然后他自己也跪下来向天父祷告 救主的祷告非常奇妙 没有办法用文字描写 尼肥人听到之后心里充满喜悦 耶稣在祷告之后 讲给尼肥人知 因为他们的信心 他们有福了 耶稣因为感受到深深的爱和快乐 所以就哭了 他又一一抱起小孩来祝福他们 又为他们跟天父祷告 这个时候 他又哭了 耶稣要尼肥人看着他们的小孩 他们看的时候 一群天使在天上降落来围绕着小孩 小孩和那些天使都被火环绕住